之前我们走进工厂拜访了加力创 为大家展示了双层PCB线路板的制作过程 不少观众意犹未尽 敢想看看多层线路板是如何制作的 而且目前加力创支持盘中孔公寓的六层PCB线路板 也支持免费打印了 所以本着免费的东西咱们就感兴趣的原则 那就很有必要去加力创看看 他们的多层PCB线路板是如何制作的 首先不要害怕不要哭 多层PCB线路板并不是个很复杂的东西 它其实也是由一层一层加工好的内层板压合而成的 所以内层板的加工才是多层板制作的开始 画面中展现的就是内层板的开料过程了 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眼熟 和之前双层板的开料过程有点大同小异 虽然开料工作不麻烦 但是这里的背料工作是真的麻烦 这里需要备好0.075毫米到1.9毫米之间的 各种厚度上百种规格的内层板原料 以用来满足客户的方案需求 这个好理解啊 就像做32层多层板的时候 那肯定不能用2毫米厚的内层板来做吧 那样的话一不小心就做出3厘米厚的PCB线路板了 我手里现在拿的是一片刚开好的内层板 它的厚度仅为0.1毫米 接下来迎接内层板的第一道工序竟然是洗澡 内层板洗澡的过程会微微的有那么一点点复杂 首先是除油 除油之后需要水洗三遍 继续是微石 微石之后又需要水洗两遍 然后又是酸洗 酸洗之后还需水洗五遍 继续还要干板和冷却 然后内层板会被送到一个无尘的暗房里去 继续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设计好的线路图形 想办法做到这些内层板上去 来到这里的内层板 首先要被贴上一层蓝色的薄膜 接下来用光去照射内层板上需要保护的区域 传统报告金是通过拱灯或者LED光源照射底片 将底片上的影像资料转移到PCB上 类似于胶卷相机的工作过程 而我们目前看到的是比较先进比较帅的LDI包裹模式 LDI是用激光扫描的方法直接把资料呈向在PCB上 这样的话对位更精准 注意观察 这里需要保留线路图形的蓝色薄膜 被激光扫描照射后颜色会变深 同时也不容易被显影药水洗去 而较浅区域蓝色薄膜覆盖的铜箔 则是我们不需要的区域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显影及史刻了 先用特定的溶液去清洗 那些没有被照射曝光过的蓝色薄膜 因为异于清洗已经消失不见了 露出了下面不需要保留的铜箔 继续带把这些铜箔洗去 而这是需要留下的线路图形 依旧被曝光而不好洗去的蓝色薄膜覆盖着 对这些蓝色薄膜再进行退膜操作 最后内层板上留下的铜箔 就是需要的线路图形了 此时这些铜面看起来是闪闪发光 而且有点漂亮 但是内层板与内层板之间还会放置PP片 为了增强内层板与PP片之间的结合力 所以这些看起来漂亮的铜面还要做棕化处理 棕化的过程就是用一定浓度的药液与铜发生化学反应 使内层板的铜面变得粗糙 棕化后的铜面看起来确实 确实很棕啊 棕化后的内层板 这时会以PP片作为分割堆叠到一起 这里如果是六层板 则需要两张内层板 如果是十层板 则需要四张内层板 是不是感觉哪里有点不对了 为什么它们不是两倍的关系 注意观察 多层板堆叠好之后 它的两面是PP片 而不是我们常见的铜箔 所以下一步就是要在这最外层的PP片上贴出铜箔 这时候就好理解为什么六层板只需要两张内层板了吧 继续是要对这些两边是铜箔内部是内层新板与PP板的堆叠进行压核处理 一位叫射密的工程师告诉我 压核的时候需要很大的压力 很高的程度 很长的时间 压核好的多层板 它的边缘看起来还是比较凌乱的 所以要对它的边缘进行切割处理 切割之后紧接着就是X光检测 主要看内部是否符合工艺要求 被处理好边缘的多层板 虽然内部包含了多层的线路 但是从外边看起来还是很像双层板的 那这里边上下层之间的线路是如何进行连接和导通的呢 回忆一下双层板的上下铜箔层是如何连接导通的 首先经过钻孔后的板材会被浸泡在特殊的容院中 浸泡的目的是为了使孔臂的材质被活化 而孔臂经过活化后便可以更容易的去吸附铜离子了 所以继续把活化好的板材浸泡在含有铜离子的化学设计中 这样设计中的铜离子便可以沉积在孔臂表面形成导电层了 所以这时候就好理解了 大同小异 多层板上下之间的线路也是通过沉铜工艺来进行连接的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来了 观察一下我手里的这块多层板 这上面的BGA焊盘如果想连接到最下面各层的线路 最简单的方法肯定是通过打孔加沉铜来实现了 但是这里只能看到表面光滑的焊盘 并没有看到任何的孔洞 所以这里是给孔洞加上了一个帽子吗 那如果芯片直接焊接在孔洞上不可以吗 可以看到如果这样操作的话 那焊锡就很容易溃陷到孔中 从而导致虚焊脱焊 所以这个帽子还是要加的 那继续要聊的就是加力创的盘中孔工艺了 这个帽子的下面首先它肯定不能是空心的 这就需要先在过孔内塞树脂 具体是通过烤板将三进孔内的树脂给它硬化了 然后是模板 模板就是将硬化后表面多余的树脂给它清除掉 最后再来一个类似于沉通的操作 把帽子给它做出来 所以这看起来一个不起眼的焊盘 其实工艺还是挺多的 我们看一下盘中孔工艺的实物横切面 虽然盘中孔工艺能提升板子的性能 但是流程复杂成本高 不过好消息是加力创六层级以上的板子 无论打样还是批量都只是免费的盘中孔工艺了 那盘中孔做出来之后 下一步就该干啥了 就非常刺激 这时候又要回到最开始制作双层线路板的流程了 这本分别是钻孔 尘铜 外层线路 图形电路 史刻 祖汗 字符 喷吸或沉积 这里说到了沉积 上次没有拍到的沉积工序 这次要把这个作业给补上 今的导电信号且不易氧化 所以高精密的板子大多会采用沉积工艺 来保障汉积凉率 提升PCB的耐用性 沉积工序首先是喷沙 目的是将铜箔表面处理的粗糙一些 以增加结合力 然后是超声波水洗加烘干 继续往后的一个工艺叫做包边 顾名思义就是将板子上不需要沉浸的边缘 用东西包起来 这个好理解啊 其实就是为了省金子呗 下一个工序的含金量就比较高了 在这里线路板先是会被吊起来 进入到不同的湿积材 对其进行除油 微石 超声波清洗 酸洗等清洁服 洗干净的项路板会被继续进入到第一个活化层 活化后先在铜箔表面镀上一层板 继续再把它们进入到镍槽里 通过催化把镍镀到铜箔上去 镍的作用是作为沉浸层的预镀层 再然后就是浸泡金槽的 这里控制时间温度浓度等参数 可以控制最终沉浸的厚度 在边缘包边的地方还是明显可以看出来沉浸前后区别的 接下来还要对沉浸的位置进行厚度检测 必须要做到同手无期嘛 加力创6层级以上的线路板都会默认给到沉浸工艺 更帅的是6-32层线路板 加力创还可以免费升级到2M的沉浸厚度了 相信看到这里的观众已经了解到目前双层级多层PCB线路板的制造过程了 同时像盘中孔 沉浸等这些PCB上可能会出现的工艺 以后你也不会再陌生了 还愣着干啥 赶紧收藏呀 加力创除了PCB业务以外 还提供FPC 元气件 SM贴片 3D打印 CNC机械制造 FA机械零幕件等服务 所以我们的走进工厂栏目以后还会展示更多和工厂有关的内容给大家 视频的最后还是要向提供给我们拍摄机会的加力创 以及给我们提供帮助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期待你的关注 谢谢